然後小臺切進去走底線之後再給陳溫宏 戰神到了下半季他們那個先發封線上 其實非常穩定就是有小臺 另外搭配文文 這防守 如果你還是讓台北戰神在進去 一直輕鬆的得分的話 分數是拉不回來的 喔 右邊柯文有柯文拿到了進攻籃板 今天戰神有可能上半場進去得分 就超過30分了 是 這邊看到拖車進來是艾德的灌籃 外圍這個跳投也會沒進 戰神的命中力也開始下修 艾德這球很聰明喔 用了一個時間差 先追兩分回來 15分的分差 張文鼎再給柯丹 再回過來鼎哥 艾德先做龐太假動作跨不進來 這個球艾德還勾進 身體失去了平衡 這中下半場防守加壓 戰神沒有辦法出現 像第一節那樣 那麼好的一個出手碰擋 艾德龍鼎的一個跳投得分 只差5分了 這場比賽到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一場防守戰 柯丹 林鼎鎮的防守真的非常好 對 他不給柯丹 還是本土球員 他就是有辦法讓對方不舒服 對 這個都防守成會啦 但是就讓艾德有機會投3分球 這樣的話 差一個球權 比柯丹 紐克9 這個中信特攻 還是要想辦法守住 台北戰神的內線 尤其是他們現在又是加伐狀況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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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 藍底下這球艾德 活動籃板波進 恩多的一個傷勢 對 不然很有可能 戰神必須用雙洋將來打這個季後賽手 哇 這邊看到艾德投進3分球